八香果真的很香 而且很开胃 有多维他命C 非常高抗氧化的能力 有时你会看到一些核 可能香港人会看到 是怎样吃的 怎样拌出核 其实好像红石楼 其实核是可以吃的 而且去厕所帮助很多纤维 去厕所会方便一点 顺利一点 这个饮料 我老公和我试过给很多朋友喝完 都说正 不过比较麻烦 就是那个热情果 香港不是经常有 如果去台湾、越南、泰国的地方 我通常会多买一点 第一样的材料就是 八香果是我们的主菜 八香果哪有买呢 水果店 通常都可能在越南 甚至是热带的地方才会有 所以我们香港都是尽口 我见过City Super 或者你叫水果店 留给你们 第二样的主菜就是蜜糖 蜜糖很滋润 冬天喝可以润后 还有润肺 整个饮品其实都是用冬水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益生菌 增强免疫能力 以及改善肠胃健康 首先我们把白香果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把它切一半 很多人都原来不懂吃白香果 看到香港人 其实那些核是可以吞肚的 就好像和红石榴一样 然后我们就用匙巾 然后我们可以用匙巾 把这些白香果 把这些白香果 移出来了 好正的 好香的 这个可以用匙巾一杯也可以 用匙巾一杯也可以 用匙巾一杯也可以 我今天自私蒸 就是用匙巾一杯的 好了 加完水 其实也会有它的果汁 其实也可以用搅拌机 然后搅拌机 搅拌机 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把核很高纖維 可以幫我們去廁所 如果需要可以放在攪拌機上就可以 我通常都是這樣喝的 之後我會加少許益生菌 幫助秋冬增強抵抗能力和長度健康 其實放多少呢 其實放這麼多就可以了 也可以把它攪拌 整個飲品我們都不會加水 就加上蜜糖 因為本身這個沒有甜味 我一定要加少許蜜糖調味和滋潤 我今次就加一斤 這個飲料很簡單 很清醒 很新鮮 如果想再健康一點 可以加上綠粉 也可以的 喝完它 很好味道 這個熱情果 很多三個店都未必買到 我知道這些Soupa 一輪輪都會有一些很漂亮的熱情果 或者你去果欄會買到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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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